一位母胎单身多年的男士 这两天遇到了一个比高考还难的考试 周末跟相亲女士出去玩了一天一夜 回来这个女士就说了不合适 她是痛定思痛 就是想不明白 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 男士今年是28岁 母胎solo多年 性格是比较腼腆的 是一名程序员 上个月家里给介绍了一位同岁的姑娘做设计的 这两个人在这个月已经见了三次面 都只是简单的吃饭 偶尔去看看电影 彼此是都有好感 但也只是朋友的关系 突破不了 周四的时候突然这个姑娘就跟男士说 周末想去危海玩 希望男士陪着计划周五晚上走 周六晚上回来 说晚上走可以省时间 这男士听完就答应了 就这样男士回家上网是各种搜危海好吃好玩的 做旅游攻略 男士把这件事也跟自己的好哥们说了 好哥们就给他说了一句话 哎呀 你得好好表现 这姑娘明显就是考验你的 男士听完这句话他就记心里了 怪不得突然单独约我出去 这莫不是故意考验我人品呢 说完他就赶紧把原先给女士订的经济房 改成了豪华大床房 那为了省钱自己订了一个特价房 你说这男人真的是特别体贴 哎呀 我都有点觉得很温馨 周五就到了嘛 男士就去接姑娘去危海 路程大约是两个多小时 路上也是有说有笑蛮开心的 一路到了晚上 这两人就去路边买了一些烤串和菜 去了酒店 准备按照计划入住 谁照女士说呀 自己忘带身份证了 就没法去开房间 不行的话就要一个套房 用男士身份证入住 就是那种一个大屋里面两个卧室那种 男士一听就让女士放心 别着急 我去前台给你问问 我想办法解决 这去了前台一问呢 您前台说呀 没身份证可以登记一下 现在公安都联网是允许入住的 哎呀 就这样两人按照原计划呀 女士住了豪华房 男士住了经纪房 这住下之后啊 两人就在这个女士的房间里面吃饭 毕竟豪华房间大嘛 吃饭的这个功夫啊 这个姑娘就说呀 辛苦一天了 要不喝点酒吧 男士一听啊 就想着 这女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男人喝酒 这明显啊 就是故意让我喝酒来考验自己的 她就赶紧跟姑娘说 自己不会喝酒 那就这样呢 两人呢就简单吃了些聊了一会儿 男士啊就回房间睡觉了 这个生怕呀 这个印象不好 就也没敢多说几句话 这第二天早晨八点左右啊 她就去这个女士的这个门口啊 喊她吃饭 哎 谁知道人家女士说呀 昨晚没睡好 今天补觉啊 就不出去了 男士一听啊 就点着急了 那自己订了门票了 是不是 今天出来玩的 难不成今天来这是睡觉的吗 这不是浪费了吗 最后姑娘就说呀 说不去了 没有心情 说等睡醒了再说吧 谁知姑娘一觉睡到了三点钟 醒了呢 两人呢就简单吃了点饭了 就赶紧往回赶了 路上呢 女士就问了我男士一句话呀 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这男士就说呀 学校里不敢谈 毕业太忙 也没时间谈 所以一直呢 就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女士就呕了一下 全程也没再怎么说话 送女士回家之后啊 没多久啊 就收到女士发来的消息 说呀两人不合适就算了吧 男士就懵了呀 自己小心翼翼的 做的每件事情都很绅士 也很有礼貌 也没有愉悦的地方 为什么不合适呀 哎呀 为什么不合适呀 男士是想了三天三夜啊 然后想不明白就过来问我 哎呀 其实啊 这个不合适的原因啊 是男士弄反了女士的真实意思 究竟是想借旅游考验自己 还是想借旅游去发展亲密关系 女士能提出邀约呀 说明对男士还是认可的 也是接受往下发展的意思 这两人可以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之下 把关系啊进行质的提升 结果男士却弄反了 大家怎么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